聽《碧你漫步》有些網友說 今天可不可以不講粗口 首先不關今天事 如果大家認識我真正的為人 其實我是可以隨時不講粗口的人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 我是爛口的 但是我也可以隨時不講粗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生意 我們是見人的 還不能打開門口 以前做生意的時候 喂 你老母早晨 這樣 但是很多網友其實很有趣 他見到我的時候 他因為知道我講粗口 就很猛心切地 喂 碧你哥 你好想的 其實也不需要很特別的 因為他們講粗口的語法 講得不是這樣 是硬來的 其實講粗口就出乎自然 融入了我們血液裡面 是一種發洩 亦都是一種很生動的形容詞 譬如說 譬如說 嘩 那條腿 很大腿 那你沒那麼過癮的 是 嘩 很大腿腿 那也是過癮一點 是吧 這是很多變化 不需要那麼偽善的 這是現實 多謝不是多冷謝 多生好刺 那可能有點不同的 作為了 多謝你 多冷謝你 那是兩件事 多冷謝 當然也可以加上語氣 又不同 你說多冷謝一定是晦氣的嗎 也不一定是 例如你說多冷謝就對了 那當然是晦氣 另外的話 多冷謝你 這樣又可以 但很少會這麼溫柔 多冷謝你 那是不合乎那個情境的 所以廣東話的話,加上粗口的運用是困難的 有一條傻子,本來我都不想招呼他,算了 但既然他這麼有心機打招呼他,我們不要直接吵他 那就跟他討論一下問題 有一條傻子,他用得真名真相的 我也不怕會放他的真名真相 叫做Tinsoni,Tinsoni 他說在我們Facebook專頁留言 他說認真說一句 我佩服你們出來反送中,擺街站 首先擺街站是不需要佩服的 你不敢佩服就證明你有多多惡弱 我跟大家說,我啤你 或者我們以前的藍化系 從來出來上街擺街站 是從不拿那個不反對通知書的 你說我們笨漆,什麼都好 惡法我們當然不扔手了,屌你老母 他們說就牽著的,屌你老母 是公安條例,屌你老母 這個屌眨惡法 基本上對於我們個人權 就是我們的小憲法 基本法裡面 已經是矛盾了 對啊,香港人有集會 以及你們老母,屌你老母 する自由,為什麼? 不反對通知書 從來沒有,所以是不需要,天生這些都可以擺街站的,不需要佩服我們 擺街站是最老實的混蛋,現在不肯建造社會,不知道什麼事情連線 去籌錢,那個專家是籌錢的,都擺街站的,然後放兩個兜在那裡,關注,擺街站 不肯知什麼八卦,新紀內亞的兒童,賓州,擺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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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街,擺街,擺街,擺街 但剛才走過聽見你們經常說髒口吊賊賊婆,我個人也很想說,也經常說 但你這麼大聲周圍說,跟黑警有什麼分別,實際要這麼說 我以為是道德紀人高尚,那你就不要用黑警了,你用警察 因為警察裡面一定有黑警和不黑警,正如昨天被人吵的朋友傳出來 有人被人打了春袋,但也有人被黑警捉著,打光顏色,大聲聲,揮棍虛仰 放了去走,也有 這跟我的一向的觀察一樣,雖然我也很想真正的黑警 但黑警裡面,其實我相信比例跟香港人一樣 因為他現在招募一些沒有朋友,多了 可能會跟香港人支持民主的比例有一點不同 可能一半,五成黑警,不要說黃絲,支持民主 好了,周圍小孩,父母就是帶他們出來,教他們公民意識 不是你們的粗口,給一些文化好不好 吵妻子的東西,留在上網再說 首先這樣說,我們不要用偽善這種形容去 先說,吵妻子,這個天生衣,這個拆頭 我吵妻子,吵妻子,不然我吵妻子,這麼多人 他真的想吵妻子,我立刻拿一口,吵妻子放在那裡 打機給他看,吵妻子,就是 你什麼事?首先要這樣說 我不認為說粗口是有什麼問題的 從來 也不代表沒有文化,粗口是很有文化 五個字,四個動詞,一個名詞,你懂不懂嗎? 甚至乎可以上來我們的 啤梨晚報的頻道 我們的網店 買外面絕版的小狗懶茶鞋 拿一本來給大家看 立刻拿吧,吵妻子,聰明一點,站在那裡看著 昂糕糕 好了,這本 彭志銘出的,不過是綠色的面子 麻痺一點,全都穿透底 就叫做小狗懶茶鞋 看不到 小狗懶茶鞋就是吵妻子 吵妻子,看不到 看不到 外面都斷了,不知道是第八還是第九版 外面沒有的,可以上來我們的網購 粗口當然有文化 第二,粗口是講長盒的 這是我承認 你總不能夠去喝 譬如有人請喝 啤梨哥說我嫁女兒 是嗎?你都這麼大 26歲的了 結婚嗎?恭喜你 你來喝,然後我去到 喂 新外母 不是 新外母大人 不是,新外母 新外母 新外母 喂 那是甚麼場合呢? 昨天那是抗爭的場合 或者你不要說抗爭 抗命的場合 你帶人帶小孩子出來 是教他公民意識的嗎? 我告訴你,我教他公民意識在家裡慢慢教吧 如果你見到有人說髒話 你不適合的話 第一,你可以走快點 第二,當然走快點 你應該跟小孩子說 喂,為甚麼這班人說髒話 你不是掩著他們,而你會告訴他們 為甚麼有一班人會這麼憤怒 要用到髒話去屌測這個政府 說髒話是不對的 但是,為甚麼這班人要說髒話 都要去說髒話 還有,你說公民意識 公民意識的就是 你有你不說髒話 我有我說髒話 你有你中產的危語言 我有我們草根的語言 這些就叫公民意識 其實昨天呢 我真的覺得很困難 叫咪咪 因為見到那些人每個人 反應走過 喪屎 不知道是不是累了 還是很害怕 我們打算出去和平遊行 你這班人又叫人打倒共產黨 是 吵你老母 又唱國歌 又吵人老母 又叫人死全家 那些人都齊 唱你老母氣版國歌 對 喂,很多人不跟 有人跟 更加多人是笑的 但他未必說髒話 大家會笑的 還有很多小女孩 一起咪咪 對 但是有些是有黯耳的 我尊重的 不要緊 但是你去到這些時間 這些環境 背稅一戰 香港死得 你也不讓別人憤怒發洩 你還說什麼 好像趙善軒那些 出來不要有受傷 要注重形象 有怕痕有怕痕 回家睡覺 垃圾 還有什麼KOL 怕這個 怕那個 全部都是垃圾 怎麼說真的 香港加成這樣 因為有這班KOL 這班懦弱的市民 22年 被人這麼多頭離妻 還要顧著形象 怕受傷 就沒用 要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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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個層面的語言 是得到大部分的支持 我們永遠都是窄的 我們永遠都是窄的 如果我們要成為主流 唯一就是我們帶頭做我們說的事 因為他們攻擊我們很容易 你叫人去死 老實說 老實說 我從來 我認為真的叫很多人去死 但是 這個世界上 你要問一下 如果個個都不願意去犧牲 或者犧牲少許 而最過關的就是 大家最要明白的道理 如果大家都願意犧牲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不需要犧牲什麼的 但問題就是 我們華人的種 就是不相信團結這件事 從來不聽到 往往每一次 我們都把自己的身段調低 去就泛民 就大眾 我做的這個節目 其實是唯一 當然 你說到唯一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宣傳來做生意 但是 唯一就是希望 因為昨天也有很多 在泛民或者遊行人群裡面 跟我們打招呼 有聽過這個節目 我們唯一希望大家去想想 喂 忠然我們不純相武力 如果和你非要怎麼做 可以聽回我之前的節目 你想想 究竟是誰點你 是我啤梨點你 還是泛民點你 OK